大家好,我是龟鱼鱼老迪哥 前几天发了几个视频 然后有不少龟友跟我们留言 就是说你那个堂每次都没有 把它就是拍全景 然后有很多龟友问 就是说你这个小堂的全景是什么样的 让我们看一下 其实每一个堂 不管是大龟还是小龟 还是亚城哪一年的 它的堂的布局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比例的不同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 那个小堂的那个全景的布局 是个什么样子到底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小堂 目前还没有除草 在这过段时间温度高一点的话 我们会把草适当地除一除 然后再把堂里面的卫生要做一做 主要是做哪里的卫生呢 不是给它那个拖地啊 插桌子 是那个有一些冬眠的稻草 它那个泥土已经是联合到一起去了 看到没有 然后我们这个有一个小家伙在跑 他把这些像这些冬眠的跟泥土连在一起的稻草除一除 然后简单的把草除一除 这个草呢实际上夏天的时候 它还有一定遮阳的作用 但是出棉这个阶段我们要把它里面清理清理 到时候也会搞一搞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边 这边的土区 这边一些草我们已经拔掉了 这边是一个水区的状况 可以看得到水区的水其实并不深 目前水海比较干净 因为现在出棉还没有特别的彻底 然后水还是很清 然后过一段时间都爬出来之后在里面泡水 我们就会把水搞得很浓浓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乌龟糖的水的话看上去很浓浓 其实对乌龟的健康是没有理想的 然后我们最后再提一下植物 还是看看这个糖吧 然后像这种大叶片的这种矮株植物 它夏天的时候啊 长起来之后是可以跟黄源起到一个遮阳的作用 然后还有一些杂草类的 这些我们不太说实话不太认识 它有的是种子飞过来 或者就是一些鸟类带过来的一些绑出来的 有些名字不太叫得上来 大家家里养的话 全国各地的话气候的不同 有一些植物的种类也不同 总结下来的话就是植物无毒即可 尽量种一些小科的矮株类的植物 是吧 你太高了的话 像家里环境的话 太高了的话 特别是你的植物靠边的话 太高的话 黄源它很容易从植物这个边就爬掉 跑掉 其他的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给我们点赞 关注 有问题的朋友请给我们私信 或者留言